2016年3月的一天中午,成都少林横街三叉路口,一辆白色摩托车突然出现,骑车的男子形际可疑。 驾驶白色摩托车的男子一直朝着人行道上迎面走来的路人打量,他会做什么呢? 驾驶白色摩托车的目标,马上就驾驶人行道上面,改变上去。 回放画面我们看到,白色摩托车突然冲向了一位人行道上的路人,并一把抢走了路人随身的手提包,之后疯狂逃窜,而被抢的路人也立马追了上去, 后来逐渐消失在画面中。 此时,正在接面巡查的便衣民警接到了布朗西西,他们迅速从天网监控得到了发案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逃窜路线,而后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都哭了,现在又拿了,有点新哦,感觉,low15, Type of 新了新了新了看着一砍,推案都 лег了头, onto the 前头 前头 前头到时都不知道AA 来走,我们慢慢的过去。 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打获 便因民警在其摩托车上搜出 被抢夺的手提包 以及手机等财物 在这起案例中 白色摩托车正是一人骑车作案 因为速度敏捷 被害人通常都是在无意识下的状态 就被抢走了随身财物 那么要避免这类抢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 我们要做的除了保护好随身财物之外 还应主动防范身边可疑的陌生人 同样也是16年初 在成都领事馆陆附近 又一个身背跨包的女性成为了爬手下手的目标 而就在同样的人行道上 该案刚刚发生不久 很快又发生了另一起爬起案 回顾刚才的案例 徒手爬窃使用工具爬窃 尽管有失手 但多数时间爬手都很容易作案成功 因为他们在选择作案目标时 就已经成功无奈 两名男子在街上晃悠了许久都没有得手 于是上了一辆出租车 而便衣依然没有放弃跟踪 不过让便衣没有想到的是 两人竟坐车来到了一个医院 这是四川省肿瘤医院大厅的监护画面 因为时间较晚 医院大厅内人并不多 两人来到医院大厅之后 并没有挂号看病的意思 难道他们真是想把贼手 伸向这医院里的人吗 前提了个嫌疑人 他在这个大厅 就是交费这个大厅 一直卸过 然后去找目标 另外一个嫌疑人 他就拿进门口 灯头往后 然后 然后其中 我们边往边往 他就有明显 就出来就坐到这个大厅里面的椅子上 我们的别一队员 别一名警官 我们也跟着也进去 就坐车后头 反四周都给他杀起 这个坐车 坐一会儿 还放进去 开到一个女子 让朋友正在缴费 此时医院的缴费台前 只有一位女士正在缴费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这位女士措手不及 回放画面 男子突然起身 步步逼近了正在缴费的女士 随后一把拿走了什么 转身就往大厅外跑去 而这一幕被涉服在男子周围的便衣警察 看着是一清二楚 在这给我们给钱 给钱 很小心拿着跑 这个时候 其实还没发现 突然发现手机不在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民警 跟着跑去 他才发现 现在还在给钱 又慌张 我东西又掉了 下一个回来捡东西 东西又没拿完 还很慌张 跟着也要出去 快速偷袭 倒抢手机成功 两名男子得手之后 迅速跑出医院 上了一辆出租车 而此时 一直监控着两人的便衣 集中警力 进行追捕 在汽车中警察 上了一辆出租车 第二天 又来 在汽车 在汽车 你 走 走 走 打开 妈家一个 又有东西 还有 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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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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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这次 把车子 车子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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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把电子 把电子 把电子弄一下 走车 走车 起发想跑去啊 想车回 你这感觉 把车子弄一下 车不要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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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车子弄一下 把车子弄一下 党下出租车后 两名男子被电衣控制 人赃俱祸 追下来 两名犯罪嫌疑人也将受到应有的制裁